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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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持人点让我能够在今天晚间这个时刻 我们可以透过线上的方式可以一同来学习这一季的课程 那这一季的课程主要是福音戒毒传道人的侍奉意义 那我们今天所要一起来思想的是在这个大主题当中的其中一个小主题 也就是福音戒毒传道人的生命塑造历程 那这样子一个小主题呢 其实跟大主题我个人认为是一个息息相关的 因为它把它整个扣在一起紧密不可分 因为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身为一位福音戒毒的传道人 它的侍奉之所以有意义 它一定是来自于先生命塑造的历程之后 所带出来的一个外在结果 简单说也就是我们身为一位福音戒毒传道人 侍奉有意义 他必须要先透过的是他生命有经过的生命塑造历程 那包括他可能需要经历到耶稣基督的救赎 然后他明白他是盟主所恩召 然后赋予他的一个使命跟托付 所以他明白他的意向使命 他知道他今天成为一位福音戒毒传道人 有这个职份 有这个职称 他做是为什么而做 活是为什么而活 所以他不再是一个替自己而活 乃是替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 他做不再为自己而做 乃是为主而做 这个时候他侍奉才有可能有意义 如果没有经历一个生命塑造的一个历程的时候 你如果说他成为一位福音戒毒传道人 空有这个职份 空有这个职称 但所作所活不是为主的话 他的侍奉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他就不可能成为我们台语所说 真正的 活应该导的传道人 不可能成为一位正港的福音戒毒传道人 因为他的名称 他的职份 只是人家所称的福音戒毒传道人 福音戒毒传道人 实质上没有经历生命的历程 实质上没有活出当有的生命出来 这个就好像 我用一个比喻来说 就好像我自己的两个孩子一样 我有两个孩子 然后大的是 他十二月生 所以他 我十二月的时候五岁 然后另外一个是女的 现在三岁 那大的我给他取名叫做陈恩 小的我把他取名叫做陈欣 为什么我把他取名叫做陈欣呢 因为我很清楚的知道 我和我的太太 静怡是过来人 我们都吸毒十年 然后被毒品所捆绑住 没有办法脱离这个毒海深渊 能够跳脱出来 完全没办法 我有一个这个关键 也就是我们经历的one way up 也就是我们经历的往上这条道路 是经历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 把我们救拔出来 所以我以前跟静怡呢 吸毒到最后呢 我们两个人是没有办法在一起 然后我们不断进出监狱 然后各有各的吸毒的朋友 所以怎么样想想说要在一起 都不太可能 但是上帝就是这样子 很奇妙的 在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 在人不能 神圈是全能 所以他先让我跟静怡在一起 这已经是我自己来想象 这个神奇奇事的一件事情 但是他不只是让我和静怡在一起 也给我们的产业 给我们两个孩子 所以这个孩子我深深知道 他是承蒙主恩而来的 所以我给他取名 除了第一个原因是因为 我经历了上帝的救赎恩典 他承蒙主恩而来 所以我把他取名叫做承恩 另外是我深深知道 上帝是透过承熙会 让我在承熙会这里来戒读 然后经历福音 经历圣经真理 生命渐渐改变 经历了生命塑造的历程 这个生养育在承熙 所以我也感谢承熙之恩 所以感谢 神蒙主恩而来的产业 感谢承熙之恩 我给承恩取叫承恩 那取名叫承恩呢 其实还有一个用意就是 我盼望他能够一生可以经历主恩 有一天他经历主恩 然后他可以成为一位 知恩感恩报恩的人 那这个是承恩的一个名字 所以他名字带有一个属灵的意义 那另外呢 我还有一个女儿嘛 我给她取叫做承欣 那我取承欣是因为 我自己在读完 我自己是在苗栗戒读村戒读 承熙会的苗栗戒读村戒读 然后在苗栗戒读村戒读之后呢 我就被呼召有所感动 然后愿意在回头之后 能够一起陪伴和我一样的过来人 所以我就报考了这个 承欣福音戒读学院的门徒训练中心 那我是跟我的太太 敬礼一起进到这个门训来读书 然后在读书的一个过程里面 我后来我和我的太太一开始 就被拍到这个门训 学院门训来侍奉 那你在门训侍奉的时候 你除了要陪伴 你也必须要教导 所以在教导的过程 以及在侍奉的过程 就会觉得 深深觉得自己有所不足 那不足就必须要继续装备 那时候我是 我们那时候 我现在是在彰化芬園 那以往我们是在永和这边 那时候这个门训的男女合伴在一起 那我在永和这边 因为比较近的就改革中神学院 因为特别我们晨熙会 这个福音戒毒学院的圣经辅导 是请改革中神学院来教导 所以我那时候认为自己不足 我就继续去改革中神学院 来报考来就读进修 那以前都没有什么读书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在门训的时候 然后才去门训 在永和门训这边的 没有多远的地方 有一个永平静修学校 我在那边先完成高中的学历 然后才有办法去读改革中神学院 所以我自己从大学部 然后读一读 之后读新约概论 新约硕士的部分 然后后来读到学硕士 然后读完之后呢 我就回去门训 其实我是边侍奉边读书 然后继续在门训里面侍奉 就是因为在改革中 他读神学院的时候 他有一个标志 这个标志是一只手 然后捧着一颗心 这其实就是宗教改教家 加尔文他的一个座用名 他是以这个图来表示 他说主啊 我心为你献上 快速的 制成的 所以我自己也盼望诚心 有一天他也能够经历主恩 并且能够以一颗真诚的心 将心献给主 所以我把它取名叫诚心 所以这个诚恩 诚心他是有属灵的含义在的 但虽然有属灵的含义 如果诚恩跟诚心 他没有经历了生命塑造的历程 他仍然活不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他做也不可能为主而做 所以他的名字 没经过生命塑造的历程经过的话 他仍然不是一个正港的诚恩跟诚心 因为这个经常活出来的 包括我们福音介组传道 如果没有经历生命塑造历程 我们不过是常常是名不符始 就好像我刚刚讲的诚恩诚心一样 诚恩呢 我说我希望他可以 成为一位知恩感恩报恩的人 可是他常常都叫爸爸去做这个去做那个 他一下叫我帮他拿玩具 那一下叫我帮他收玩具 一下叫我帮他开电视 一下要叫我帮他说 这关电视 然后一下要叫我做什么 一下要做那个 然后去大便 一下去大便 然后一下要叫我帮他擦屁股 那有一次呢 我就在想说 如果常常帮他擦也不行 擦到老也不行 所以我就跟他说 承认你的屁股 这个上大号大便完之后 你要自己擦屁股 你不要都叫我帮你擦屁股 结果呢 他进来还回答我说 他说爸爸没关系啦 我说怎么没关系 我跟妈妈都不在 谁帮你擦 他说没关系啊 爸爸等你都不在的时候 我再自己擦 你看看 这个小孩子 我想让他可以成为 知恩感恩报恩的人 帮他做这么多 也没听到一个感谢的话 还希望爸爸早日回天家 那这个诚心呢 诚心我是盼望他 能够以一个真诚的心 将心献给主 没有经历生命塑造的历程 他不但对主没有一颗真诚的心 那对人更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小孩子也是罪了 小孩子也需要耶稣基督救恩 因为我从他的身上 他有时候是单纯没错 可有时候却是以一颗诡诈的心 而不是以一个真诚的心来对我 比如说他有一次他跑来 然后跑来跟我撒娇 他就说 爸爸我要抱抱 那如果线上各位朋友们 如果你自己是当爸爸 你有一个女儿 跑来说要抱抱你 是不是心里面会非常开心 我自己也是非常开心 然后他来 跑过来抱我的时候 然后他又很撒娇的 在我耳边说 爸爸我喜欢你 我听得更高兴 可是我就在想说 我自己内心会想说 他怎么突然来抱我 然后又说喜欢我 他到底要做什么 我就说 你要干嘛 他说爸爸我要喝奶奶 后来我知道了 原来来抱我 喜欢我是要用喝奶奶 喝奶奶也没问题 因为自己的女儿肚子饿了 我就去泡奶奶给她喝 所以去泡奶奶给她喝的时候 喝完 他在那边吸得很高兴 喝完之后 还叫我放 爸爸瓶子拿去 那我就当用人 当仆人 我就把瓶子拿去放 然后想说 这个小女孩服务完毕之后 她刚刚这么傻娇 跑来说 爸爸我要给你抱 然后又喜欢我 所以我就说 来来来来 那捏一捏喝完来 把她抱一下 这个时候她不要了 她完全就不要了 然后我就觉得 怎么差别差那么多 但是你知道 那时候她才 现在三岁 那时候才两岁多 两岁多 其实你从她的表情 其实你就可以看见 她是听得懂你在跟她讲什么 所以她就在那边偷笑 她不给你抱 意思就是说 已经利用你完了 所以你看 我盼望她有一个真诚的心情 名叫成心 但是她没有 还有一件事情 他不是有点 我觉得她有时候奸诈狡猾 有时候她 也会说谎 有一次她又说要喝奶奶 又是奶奶事件 然后她说要喝奶奶 我当然也要去泡给她喝 而且她特别跟我讲说 当我要去泡的时候 静妮我的太太先说 你不要去泡她骗你的 我想说怎么可能 那么小的小孩子 喝奶奶还要骗我干嘛 我就要泡给她喝 然后她在喝的时候 她还做个动作 爸爸我要喝奶奶 我肚子好饿喔 她还这个 会有这个动作 有这个动作 我就去泡 可是静妮还是说她骗你的 她只是想出去 我怎么会这样 怎么可能有这件事情 然后我就去泡 我去泡的时候 她真的跟我出来 跟我出来 我想要跟我出来 没关系啊 泡完之后 我就说 我们去喝奶奶 她进去房间 她就不要了 又用那个诡诈的 在那边偷笑的感觉 在偷笑子 然后后来我才真的想说 原来这个静妮说的是真的 她真的是利用我开门的时候 她出去要去玩 因为我的房间 她那时候比较矮 常常锁门就是怕她乱跑 她开不到 所以她就透过说 爸爸我要喝奶奶 我肚子好饿喔 让你去开门 你出去的时候 然后她就跟着你一起出去 她是想出去玩 所以你看看 如果一个人没有经历 生命塑造的历程 包括成恩 包括成心 都不可能成为一位 以救赎恩典经历之后 能够回应主爱 成为一位知恩感恩的人 也不可能经历到救赎恩典之后 以一个真诚的心对上帝 以至于对人 成为一生能够将心献给主的人 所以真正要成为一位 正港的成恩成心 真正要成为一位 正港福音戒毒的传道人 他是必须要经历生命塑造的历程 那经历塑造历程 福音戒毒的传道人 要经历生命塑造的历程 我个人认为 在晨熙会 刘牧师在圣经真理领受 所带领我们晨熙会所走的 从圣经而来的异象使命 就能够将这个 传道人生命塑造历程 给他表明出来 那就是先领人归主 戒毒成功 也就是说必须先领受救恩 然后领受救恩 你回应主爱要开始侍奉 你必须要门徒训练 才可以戒毒宣教 然后之后呢 才能够建造生命 全能康复 尾身完成大使命 然后在侍奉当中落实 福音戒毒传道人 应有的生命的彰显 所以这个是生命塑造历程 从晨熙会的异象使命来看 将它表明出来 那如果你说 这个生命塑造历程 要把它区分为 三个阶段来说的话 我从明昌主任邀请我在 这一堂课分享的时候 他分享每一季的一个课程 他都会有一个目的 以及一个目标 所以在这个福音戒毒传道人的 侍奉意义是我们这一季的大主题 当中他给我资料里面 就有讲到了投影片上面的 这个三点 也就是盼望能够透过这一季 福音戒毒传道人侍奉意义的 各个一个小主题里面 能够达到这课程上了之后 能够第一可以提醒主公人 莫忘侍奉的初衷 忠于主所托付 第二是上完课 能够培育主公人的侍奉心智 可以存信心坚持到底 第三是能够仰望上帝的代理 谨守自守 行在真道当中 这个是福音戒毒传道人侍奉意义的 这一季的一个课程所要达到的一个目的 那我从这样一个目的来思想 生命塑造的历程 可以以这个目的来分为三个阶段 这个三个阶段如果分下去 就是福音戒毒传道人要经历生命塑造的三阶段 那就是用过去 现在 未来把它区分出来 第一步 这个是配合我们这个课程的 要达到的一个目的 第一步你要成为福音戒毒的传道人 他生命塑造的第一步就是你莫忘初衷 你不可以忘记 过去主对你的救赎 蒙招跟托付 第二步就是你要坚持下去 你不要轻看现在主给你的培育 塑造及装备 包括我们现在在线上的课程 这就是主给我们的其中一个装备 第三步就是要仰望主恩 你不要离开未来 主托我们的使命 尾声跟释奉 那这个三个阶段 福音戒毒传道人生命塑造的 这个三个阶段 如果你再把它分为三个阶段 过去现在未来分三个地点的话 原来福音戒毒传道人的生命塑造历程 以晨曦会为例 那就是第一过去的戒毒存家 第二现在的学院门训 第三未来的侍奉的合场 这个意为要成为一位福音戒毒传道人 他生命塑造历程 就一定要经过这个三个阶段 以及这个三个地方 才能够呈现出福音戒毒传道人 当有的生命 第一我们那我们就从这个三个 一二三过去现在未来来看 生命塑造历程第一 是要从过去的戒毒存家 这个意为什么 所以有人会认为说 你要生命塑造 那你要去学院装备 所以去读门训 去读学院 无论是在七谷学区 永和学区 或是直门训七谷学区 然后门训分元学区或永和学区 我来读这个才可以生命塑造 不是 是从过去你进到戒毒村家 那时候就已经开始塑造 让你有一天才有可能成为 福音戒毒传道人的可能性 那这个戒毒村家讲到过去 不只是进到戒毒村的那一刻 而是你进到辅导部报名的那个时候 就已经开始塑造你的生命了 所以你去到辅导部 他辅导人员一定会跟你讲说 我们这里是透过福音帮助人家戒毒 其实福音以及圣经真理 就已经透过这辅导人员 在第一线面对个案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将这福音的种子 给它剥种下去 所以那个塑造是在非常非常地早的时候 因为陈希卫是一个团队 来帮助一个人 所以传导人生命塑造是从 那个时候第一线报名开始 进到戒毒村家 就已经开始展开 所以你进到村家的时候 你还需要按我们所安排的 在一年半里面 有完成这个四个阶段 一到三个月是挣扎适应期 三到六个月行为调整期 七到十二个月态度改善期 十三到十八个月是生命更新期 这些的一年半的四个阶段的设计 所有所有所要达到的目的的最核心 就是陈希卫所看中的基础 根基 那就是福音 那就是圣经的话 上帝的道 透过福音 透过上帝的道 来逃述人的生命 让人可以有一天 可以成为福音界主传道人 那为什么陈希卫这么样看中福音 为什么只有福音能够改变人的生命 改变人的本质呢 然后甚至改变一个人 吸毒的人 能够成为一位福音界主传道人 这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 今天人 上帝创造人 各位不知道你怎么想 上帝创造人 人的本质是怎么样 有人说人的本质本来就不好了 剩下来就有罪 其实那是在堕落之后 所以上帝创造人 人的本质本来是非常的完美的 是不需要去特别改变什么的 因为人是有上帝的形象样式所造 人被造出来 人就按着上帝所说的过活 上帝你说什么 我做什么 这个时候人不再是以自我为中心来过生活 人活着是为那位上帝而活 所以西门小奥里第一问 人生的目的就是荣耀神 以神为乐直到永远 所以人按着上帝活 人就侍奉当中活得有意义 侍奉也就有意义 自然你所做的是有意义的 但是人如果不要按着上帝的心意而活 人以自我为中心 人本质就失去了那活着的意义 那你所做的其实就失去意义 所以福音戒毒这个大个题 福音戒毒传道人侍奉意义 一定要先经历到福音生命的一个改变 人只有按着上帝的形象样式所造 按上帝的话而行 它是有价值 它是一个美好的 我想这个透过一支笔 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去了解 线上的朋友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万宝龙的笔 万宝龙的笔听说不便宜或许你也有一支 那听说因为我本身没有 那万宝龙的笔呢 听说它是 这个笔是透过这个巧匠大师级的 来设计这个每一支笔 它精心打造而成 那有的是甚至是自己的名声名誉 然后用毕生的精力的技巧来去做 然后做完这支笔之后呢 让这支笔能够展现它本有的本质特质 跟书写的各样的一个功能 所以有人说万宝龙的笔 是注入了工匠的灵魂在它里面 可想而知它是把这支笔 把它比拟成有生命的 那这支笔呢 当人在使用的时候 哇它从这个外观来看 这个外观这么漂亮这么样的独特 书写起来这么样的一个方便 这时候这支笔按着那个创造它的工匠 而发挥外在跟内在的功能的时候 这支笔就有意义 但是如果这支笔让人看起来 也不觉得有什么 写起来又没有水 没有办法发挥 活自己而活的一个人生的道路的时候 这支笔都失去了价值意义 当然这是用一个物质上面的笔来说 它不能来代替生命 那只是用这个来比拟一下 去让我们有一点去了解说 笔都是如此 这创造的工匠有它的心意在这个笔上 那你更何况我们人的生命 我们人的生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 所以神要人活着 能够听他的话 不需要你做什么很大的事情 只要我说什么 你做什么 起初上帝创造亚当夏娃 要他们生养众多 他们生养众多 要他们片满地面 要他们管理全地 他们就管理全地 要他们不要吃分别山热树那一棵树上的果子 就不吃就没事了 完全听上帝话 可是人玩耿悲腻 人走在自己的一个心意道路上面 所以人跟上帝就有这个罪的隔阂 所以上帝你说你的 我走我的 你不只是你说你的 你的话我根本不愿意去听 所以一个人不愿意听上帝的话 达不到上帝的标准 标准 那就是最希腊文的意思 也就是没有射中靶心 所以上帝说你要按照我的吩咐而行 但是你所说的我不愿意去听 我不愿意达到你要我走的一个道路 你的标准我也不愿意去遵守 所以你达不到 射不中 那就是一个罪 所以人跟上帝有罪的一个隔阂 人活着就为自己活 做为自己而做 如果福音戒主的传道人 他是如此 做为自己而做 然后活为自己而活 那他侍奉是没有一个意义的 所以今天一定要先把这个本子给他倒过来 所以要从以自我为中心 转为以上帝为中心 开始走上帝的道路 那这个没有绝招 唯一的就是福音 福音这个好消息就是透过 如果你我都是基督徒 我们虽然常听 但你是不是有真正去经历 基督十字架爱的救赎 不断以他的爱来激励你 让你能够放下自己 就好像约翰一样 他必兴盛 我必摔毁 就好像你不再是个人坐在一个位置上面 你做宝座为王 不是 是上帝做宝座为王 如果你真经历到基督十字架的救赎 我想你会被十字架爱所激励 让主在我们心中做主做王 来掌管掌穷我们的生命 所以一个人要先本质改变 所以他必须从一个自我中心 然后经历到福音圣经真理 转为以上帝为中心 再听他的话 然后听他的话走他的道路 生命能够渐渐更新 这样才有可能未来能够成为 一位福音戒毒的传道人 这是过去进到戒毒春家 福音戒毒生命塑造历程的第一个阶段 第一个地方 这是我自己本身跟许多晨熙会的同工 过来人的亲身经历 这个阶段是福音戒毒生命塑造 福音戒毒传道人产生的起步 所以这个阶段你要先听见福音 认识福音 明白福音 信靠福音 经历福音 之后你还要怎么样 你还要经常亲近主 所以祷告灵修不可少 那个是必须要在你信仰一开始的时候 就建立起来 每一天都要有固定的灵修生活 就好像你每一天都要吃饭吃三餐 正常的情况下 所以你每一天都必须要来领受 从天而来的玛纳 也就是主的道 让你的生命不断能够成长 人 其实基督徒 你可以自己去想想看 而且你要成为福音戒毒传道人 你如果没有亲近神的话 你不可能有主的话 主的道可以传 你也不可能明白上帝的心意 怎么可能会走他的道路 所以一个人的生命开始软弱的时候 开始下滑的时候 从一个关键能够去了解 就是他有没有固定的灵修 他有没有固定的聚会 那我特别讲的是灵修 当你生命改变起步 听到福音信靠福音的时候 你开始走主的话 听主的道的时候 天天灵修是很重要 从那个时候开始知道哪时 知道见主面 每一天都要灵修 让主的话充满你 你不是被世界充满 你就是被主的话所充满 所以灵修很重要 这也是我自己在侍奉 在学院门训所看重的 那也是我们本身 我们学院的同学 他本身也有好的见证榜样 从戒毒村开始 持续就一直到现在 所以投影片有一张图 那个是我们在分圆学区 我们同学灵修状况 我本来照一张 照一张早上清晨五点的相片 后来我只是把这一张 全部的学员把它放上去 这是灵修 这个灵修是在六点半开始 是我们既定的灵修时间 可是另外一张 我没有放上去的是 我们的学生六点半固定灵修 就已经表示要天天在灵修 可是有人已经习惯亲近上帝 所以是在他春家就已经 建立起这个良好的习惯 所以他进到我们学院的时候 仍然保持每一天早晨五点多 那又少部分四点多 五点多大概我们学生当中 有一半以上 这是自发的 而不是规定六点半才起来灵修 他们才灵修 就开始灵修 所以不断有主的话 建造他们 他有一天有可能成为 福音戒毒的传道 这是从过去的村家 的戒毒村家开始 第二 要进到 要成为福音戒毒 传道人 他的生命塑造历程 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 第二就是要从现在的 学院门训 这个意为就是说 你当我们现在 从意为从上帝感动呼召 我们成为福音戒毒传道人 福音戒毒工人 那个时候开始 那我现在的意思就是说 看你哪个时候 你上帝呼召你感动你 要成为福音戒毒的工人 福音戒毒传道 那个时候开始 你因为要生命塑造历程 在这个第二阶段 在呼召你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 开始进到一个装备的地方 来接受训练 因为你要侍奉 你要装备 不然你拿什么来侍奉 虽然有一股热情 但是如果你有更好的一个装备 你侍奉能够更加的讨上帝喜悦 然后那个让你侍奉的人 他就得到更多的祝福 所以无论是正规的 有系统的训练 就好像我们的学院门训 或者是职门训 那或者是不是正规的 自我的装备进收 就好像我们现在 线上课程的学习 这个都要 就是当你要成为福音戒毒传道 生命塑造到这个阶段 你是需要来装备的 装备是必须的 无论是正规有系统 或是自我装备 晨曦会就是牧师看到的 这样一个重要性 所以在27年 今年晨曦会38年 然后学院门训是27年 所以在27年前 成立了晨曦福音戒毒学院 门徒训练中心 然后后来成立了职门训 这个训练就是为了要塑造 福音戒毒传道人生命 那这样子的一个训练呢 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学院成立 这是牧师 主要是从三方面来看 三方面其实就是生命 然后就是教育 还有历史 从生命来看的话 今天你福音戒毒传道人的侍奉 是用生命来侍奉 他不只是要有基建 他要有生命 因为生命是事奉的根基 如果根基毁坏又能够做些什么 所以牧师从生命的角度来看 传道人从生命角度来看 是需要有一个美好的学院 透过这个学院来装备 来训练 来逃塑 它成为福音戒毒功能 所以在塑造当中 他的生命就会不断不断的来更新 他的救我的生命 就如同投影片上面所提到 如果旧的生命会凋零 投影片上面是让我们看见的是 产生新的生命 渐渐透过塑造 旧的生命凋零 新的生命可以渐渐成熟成长 他的生命可以更加的 连结于上帝 他能够更过一个 尽全追求生活 然后他的生命经过塑造 他可以更加彻底的放下 自己的骄傲 或者是自卑 然后透过塑造 生命可以更加影响生命 然后能够活出榜样与见证 第四 他们生命能够更加成全其生命 所以愿意来伟生 愿意来舍弃 这个透过学院 为什么成立的中药 从生命的角度来看 是如此的 另外呢 再从教育的角度来看 牧师认为 身为一个福音戒毒的传道人 他必须要透过教育 来逃树 来塑造生命 这个教育其实就是有 教导跟培育的意思 你如果说广义来说 就是指在一个既定的一个学院 透过固定的系统化的装备 无论是学校或者是地方 固定一个地点 然后有系统的训练 这个就叫做教育 这个是从一个比较狭义的角度来看 那你如果说说广义来说呢 就是使可以影响 影响你的思维 影响你的价值观 影响你的思想 影响你的行为 影响你的态度 等等产生的变化 那个都叫做教育 所以你可以说广义的教育 以及狭义的教育 还来影响的大 那教育无论是广义或是狭义 从希腊哲学家 教育家柏拉图 他曾这样说过 一个人从小受什么样的教育 无论我刚刚讲的 你是狭义或是广义的 把他往哪里去引导 就决定他后来怎么样 往哪里走 也就是说你受什么样的教育很重要 因为你有什么样的教育 就引导你未来走什么样的道路 所以各位应该都听过刘牧师的见证 刘牧师以前是受过流氓教育的 所以他所走的道路就是黑社会的道路 所以他过去在混黑社会 后来吸食毒品染上毒品 有一次他被人拿刀架的脖子 要他供出他大哥他老大的电话号码 但是他认为说 这供出他老大的电话号码 等于是抓耙子尿杯 所以他打死都不肯 所以那一次被人家打断了好几根肋骨 然后也被敲玻璃拿这个玻璃 割伤他的脚 他都没有说 这是因为干嘛 这是因为有受过训练 有受过流氓教育 所以他什么样的教育 就带领的人走什么样的道路 什么样的教育 就带领能活出什么样的言语跟行为出来 的确是如此 因为我自己从小也有受过一些 因为我父亲的关系 我也有受过一些的流氓教育 然后又带有一些 研读文化跟黑社会文化 还有监狱文化的一个影响 所以我很小的时候 我的父亲就教导我 认识各样的刀屑 让我们知道这些刀要怎么样使用 当然菜刀可以切东西 每一种刀都有每一种刀的使用方式 就教导认识这是什么刀 开山刀 西瓜刀 笔刀 武士刀 折叠刀 太多太多种 因为我家以前又开那个民工展示 民工展示就是卖十字工 还有一些防卫性的武器 攻击性的武器 有防狼喷雾器 或者是防弹背心 那刀大支小支都有很多 因为那是开那一种卖刀 卖十字工的这些的店 所以从小就被教导 认识这些刀屑及使用方式 然后小时候也被教导 怎么样拆装枪枝 或者是装子弹 那时候其实我们在那一个年代 然后黑社会有在混的角头分子 如果说人手有一把自制手枪 就是突变上的黑心手枪 那我国小的时候我已经被训练到 我整个人就是闭着眼睛 我都会把整只拆起来再装起来 然后也被教导说 怎么会开心用手铐啊 或者是教导十字工射击 帮助我能够瞄准把心能够射准啊 就在这一些的一个教导当中 来学习这些东西 那包括什么 你身体也要怎么样 身体也要做一个操练 做一个训练 所以我很小的时候 是被 国小的时候被松聚学空手道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 这个空手道是 世界六大博集当中的排行第二 仅次于拳击 那我们学院 学院我们就有一个学生 他以前是学拳击的 其实他们 我们跟我同届的 门训第十五届 跟我同届有一位同学 他也是学拳击 那我们现在也有学生学拳击 那空手道是仅次于拳击 在世界排行六大博集的第二 我那时候学那个 我就认为 那学空手道 我那时候也不知道干嘛 然后我父亲就把我 带去学空手道 然后学空手道之后呢 我后来自己长大 我认为说 空手道就是强身健庭 那我还是要问一下 到底他把我带去学空手道 是要做什么 后来我问他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说 带你去学空手道 是想说 你如果有一天 怕有小牌的时候 你可以怎么样 一招就打中对方的要害 击倒对方 后来我才知道 所以我也受过这样的训练 我连去外面吃饭餐厅的时候 也有特别的一个教导 比如说我们去餐厅的时候 我们就会坐在比较能够 眼观世面耳听的八方的地方 打架的时候你要靠墙角 你才不会怎么样被别人在后面偷袭 这个都是要训练 这个都是要有教育的 所以当别人打你以前的时候 你要砍他一刀 砍你一刀你就送他一枪 你就是要比别人狠一点 这样子才不会被人家欺负 这是以前错误的一个教育 可是的确影响我 未来自己所要走的道路 所以以前在还没有吸毒 来陈希会戒毒之前 我也是都想说 我是要混黑社会 然后我是要来骑头的 就是在这个错误的思维 在错误的教育当中 甚至我刚进到苗栗戒毒村的时候 我会把这样错误的信息 把它带到戒毒村里面 因为我们一去戒毒 我那时候坐计程车进去 尽量苗栗村 就我弟兄看到我们来到村里面 然后拿行李 就很热情 就一下就来帮我们拿行李去 那我们别人对我们好 那从一个感激的心 可是那时候的思维不是这样 那时候思维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父 我只想说 这是不是有意图不轨 然后进到戒毒村的时候 我们也想说 有天是不是有一天 会跟人家吵架 所以进村就会开始观察 到底有什么武器可以拿 看一看大概就几种武器 要么就是厨房的菜刀 要不然就是空地的铁棍 所以我那时候觉得说拿菜刀 这个太明显了 所以拿一只铁棍好了 所以我就把它插在我睡的上铺 然后有一天如果突然 有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 拿下来就可以跟人家输赢 你看那样的一个错误的想法 错误的教育 我现在感到的是非常愚笨 无知的 但是那时候就是如此的思想 所以教育很重要 你什么样的教育 就会训练出什么样的人 于是引导他未来的道路 走向什么样的地方 说什么话 做什么事 那教育呢 所以福音戒毒 在塑造福音戒毒传道人生命 他的教育就很重要 那教育有这么多 什么样的教育是最好的呢 有最好的吗 那教育其实很多都是很好的 这个不可否认 但是不同的在于说 很多的教育是从人本出发的 唯有基督教教育 它是从神本出发的 所以基督教教育从神本出发 也就是将上帝圣经真理的话 可以把它应用在这个教育 落实在这个教育上面 这就是基督教的一个教育 所以教育家 神学家 韦赫特说 基督教教育是帮助人发现 上帝创造人生命的意义 然后让人按照他的心意 与方式生活 所以一个人是应该明白 从基督教教育里面 明白人被创造 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然后按照上帝的方式来过生活 另外著作基督教教育一书的 邓明老师说 基督教教育是一种教育 是与一般教育有着关系 所以是有关系的 不过它是一种特别的教育 类型的教育 是从基督教教育 信仰本身开始 以上帝的话 作为整个教育目标 使人 当然也包括借引者 可以成为主的门徒 当然也包括 可以成为福音借读的传道人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教育 要从基督教教育 根本下手 来建造传道人生命 但是又有一个不同的是 因为是建造福音借读的传道人 所以他不只是要一般神学院的课程 一般神学院的基督教教育 他还包括了一个特殊的教育 那就是借读专业课程 借读专业课程的这些的教育 这是我们晨曦福音借读学院的特色之一 因为他要成为一个福音借读的传道人 透过研读面面观 或研读心理文化 或福音借读的意识观 福音借读的服饰思维与视野 福音借读的服饰生命与方法 福音借读的组织建造 组织运作等等等等 这些的特殊的一个课程 专专专专业的一课程就是要透过教育 来塑造福音借读传道人 并且能够使他们能够在受教育之后 能够去实践所谓之行合一 不只知道还能够行道 特别还能够传道 最后呢 是从历史来看 牧师认为 身为一位福音借读的传道人 他是需要先学习再侍奉的 就是要透过先训练 然后再让他去做工 在1984年成立台湾成熙会之后 牧师起初来 他是边做边学边做边学 后来牧师他看清了一个事实 就是未来成熙会福音借读的传道人 福音借读的同工 是要先学习再做工 因为牧师认为这样学之后 比较能够在侍奉当中活出生命 然后将真理可以落实在 戒读学院的生命中 所以就是有这样的远见 27年前成立 成熙福音借读学院 然后所以现在 成熙会的大部分的这些 同工群过来的人 成熙会的大多的 福音借读的传道人 就是从这个学院门训当中 被塑造出来的 然后再去落实 成熙会的异象使命 领人归主戒读成功 门徒训练戒读宣教 建造生命全能康护 尾声完成大使 所以牧师从生命 从教育 然后从历史这三方面看见 塑造福音借读 塑造福音借读传道人的重要性 成立这个门训 所以为了要塑造福音借读的传道人 他也要我们的学院 能够在招生制度上面 能够有所建立 并且能够严格的去执行 所以我们学院来讲 当弟兄生命改变 有心要服事的时候 他是一定要接受装备 然后接受装备的时候 他并不是说随随便便 就能够进到这个 门训学院来就读 他必须要在村里面 骑满 就是我刚刚说的 那个四个阶段 一年半之后 然后再考核半年 也就是说 两年之后 才能够报考 承受福音借读学院的门训 或者是职门训 然后在村家两年呢 你要来 你还必须要两位同工 来写推荐函 所以推荐函要两份 这个两份是由同工写的 也就是说 是陪伴你24小时的同工 对你非常认识 了解的人所写的 然后写来之后 你要经过笔试 笔试过了之后 你还要经过口试 口试进来的时候 门训就读 你还要通过三个评估 也就是学科实习超信 经过这些评估 通过你才可以成为 一个接受装备 福音借读传道人的 我可以说一个基础 是一个起步 是一个装备之后的 开始释奉的一个起点 你要通过这三个评估 除了你要通过超信的评估 超信的评估 我们会从灵命状态 这个只是让大家知道一下 我可以知道说 福音借的传道人在这个阶段 是怎么来训练他们 让他们生命能够渐渐去展现 就通过这三个方面 第一个通过超信 超信就是大方向四个 灵命特质 灵命状态 人格特质 学习态度 跟生活习惯 这四方面的大方向评估 然后我们有制定学生手册 通过学生手册的各样规范 请假步 甚至超规范 因为在生活当中的小细节 是由同工陪伴 所以从你的什么 你的内在的属灵 生命的光景 到外在的言情举止 都是评估的标准 也包括什么 包括外人的评估 所以其实 邻舍邻居也会评估了 最近我才跟我们门续的同学分享 所以他们在外其实有很好的 生命的见证榜样 这也是评估之一 那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形 这样的声音听到呢 因为我有一次去改裤子 去改裤子的时候 我们就去到我们学院的附近 他是开这个书店的文具店 顺便里面帮人家改裤子 然后改裤子的时候 我们一般 我都盼望能够有机会 就向人家传福音 也让他认识到福音戒读 所以去改裤子的时候 他就会说 你很敢吗 我就说不敢 没关系慢慢来而已 我就住在这个附近 那几天后再给 你住附近你住哪里 别人就会问你住哪里 然后我就跟他讲 我就住在哪里哪里 那个巷子哪里进去 他们其实小地方 分圆小地方 灵社都知道 有一个福音戒读学院 知道那些都吃药了 不知道在做什么 细节不知道 大方向知道 那里有学生有老师 然后有一对夫妻 他讲我和静怡 还有一个什么 老牧者都会在那边跑步 他讲姚牧师 后来我们就 透过这样的方式跟他聊聊天 结果他就讲了一句话 他说 你们那个学生还是老师 我也搞不清楚 我觉得他们都非常客气 很合理 他们都不像草屯疗养院 因为附近有个草屯疗养院 有时候他去吃药 他去改药 精神科医 吃点滑滑 然后或者是出来又吸毒 他整个一个状况 那个风声 他看到我们的学生 成为一个对比 就要说 我搞不清楚 到底是 你这个哪一些是学生 哪一些是老师 你要表示说什么 表示学生都有老师的样 学生都有福音戒读 传道人的样 所以从这样一个训练 从操信 是自我评估 甚至到外面的灵社 来评估他们的生命 那这样的评估 是由门训的同工来评估 那实习当然是由实习教会 所以每年我们学生进来之后 有多少学生 我们就帮他找多少间教会 让他去教会呢 他发挥展现 上帝所给他的恩赐 配他教会 建造教会的身体 并且他可以学习 他过以往 不同于人群当中的生活模式 在当中成长 并且他还可以帮助教会 因为教会也是会面对很多上阴者 那个上阴者有很多 不只是读饮 酒饮 烟饮 赌博饮 包括网路上 他们就可以成为一个很过来人 见证分享 然后也成为教会很大的一个帮助 那这个实习是用 我们门训的负责实习同工 评分一部分 然后有其他就是从教会的督导来评估 来评分 他们必须要通过抄信 通过实习 还要通过学科 学科就是由老师来评分 我们四年要修138个学分 学完之后呢 我们就颁发你福音戒读学院的证书 还有学分证明书 然后另外你要实习半年 这样你才可以成为 晨曦福音戒读的同工的起步 也是晨曦福音戒读传道人生命缩造了历程的需要 所以可以说总结来讲 经过了严格的招生制度 进到门训 三方面的评估 超信实习学科 评分完再实习半年 这样子的一个时间 大概六七年可以训练一位 福音戒读的传道人的开始 但是这还要一次考上 你如果说你考试一次 才考上的话 所以你在春佳两年 考试一次考上六年 然后再读四年 我们证书科是四年 所以十年 所以十年磨一剑 这个是不容易 慢工出细活 但是这个却是塑造 诈账的 书应该都会传到你 正港的福音戒读 传道人所需要的 这个是在第二个阶段 那第三个阶段呢 第三个阶段 福音戒读传道人生命塑造历程 第三个阶段就是 未来的侍奉合场 在这个第三个阶段 第三个地方来说呢 也就是结业后 福音戒读传道人生命 怎么塑造 在这个阶段是透过 进道侍奉来塑造 简单一点 简单一点来说就是 你当你进入到 侍奉合场的时候 这是福音戒读传道人 生命塑造的 必经路程嘛 那经过了这个路程 开始侍奉 除侍奉当中 能够再操练你的生命之外 也从你的操练 福音戒读当有生命的 点点滴滴 能够做一个反思 看你是不是一位 真正的福音戒读传道人 简单来说 这个有很多 因为上礼拜 彭牧师已经讲到很多点了 这福音戒读传道人 也在侍奉的时候 能够从这些点来解释 你是不是一位 真正的福音戒读传道人 例如我个人认为 福音戒读传道人 第一他至少要有一个 尾声福音戒读的心智 你不可以忘记 起初的呼召 你不可以忘记当初 主耶稣基督对你的救赎 然后所托付你的异象使命 虽然在当同工之后 如果你已经是同工了 包括学院的学生 你未来是当同工 你当同工的时候 你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这困难很多很多 可能是家庭的 可能是你侍奉的 何场 地点 可能是你的人际关系 比如家庭来讲 我是以我们的戒读春假同工 他们在成为一个福音戒读传道人 他在陪伴我们春假弟兄 一个礼拜来讲 一个礼拜 一到就是五天 在春假里面侍奉 24小时侍奉 两天放假 所以在这个 巨少离多的情况之下 如果陪伴的家人 从家人的角度来看 如果他支持你福音戒读的侍奉很好 那如果有人会认为说 那你都在 晨曦福音戒读里面侍奉 很少回来 彼此之间没有好的沟通 又没产生好的一个共识 彼此在意见不同之下 那就会影响你之间的关系 进而就会影响你的侍奉 那你在侍奉 也有可能会遇到的困难 你可能遇到环境的困难 因为每一个地方的环境都不同 有的环境比较优惑 方便 有的比较不便 所以有些童工可能在侍奉 他可能在侍奉的地方 比如说 我知道三峡一开始 我们的福隆传道在那边 那边都缺水 你就要连水 你都要去想办法 你要克服这样的环境 所以我要讲的 它的困难点有很多 又或者你在侍奉的时候 同工有缺少 这也是一个困难 那你怎么做 我们刘明和牧师说 没有同工就你做 所以的确也是这样 我们做 我们不会感觉到受压 还怎么样 我们感觉到欢喜快乐 因为能侍奉是一个恩典 所以当不够的时候 你自己就要把它贴上 这也会让你面对 因为我刚刚讲的 家庭困难 环境困难 困难 同工缺少困难 或人际的困难 你在跟同工配搭 或你同学相处 其实也是一样 都会有陪伴当中 或侍奉中 你一定会有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意见 那这个时候 在牧养 处理模式思维 不同的情况之下 我们要学习 用什么样的态度 什么样的言语 什么样的处理方式 来沟通 来协调等等 这些都困难 那还有一个更多更多的困难 我刚刚举例几个 还有很多就是 跟我们信仰之外 不同的世界观 所带来的影响 那个是非常多 多到很难列点 列点下来 因为那个已经不够列 从不同我们信仰 世界观的各样的影响 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 我们是不是还可以 持守起初 那不 学习保罗 从来没有违背 从天上而来的意象 能够继续 尾声 侍奉于主呢 所以这也让我想起 我们晨曦会的 一位已经退休的牧师 是建制牧师 建制牧师 是我自己在 苗栗戒毒村 带我的牧师 那牧师 有一点 讲那一句话 让我非常的感动跟激烈 他曾经说过 当他自己在吸持毒品 然后有机会报名 辅导部通知他进村的那时候 他进到戒毒村 后来门训学院装备 后来在侍奉 他讲出一句话 他说他从来没有想过 要离开晨曦会 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激励 因为在他的侍奉 我也知道 是有遇到很多的挑战 大大小小的 但是他仍然 是完全的什么 尾声福音戒毒 有如此的心智 并且是如此心 他在困难当中 他没有离开 包括现在退休之后 他也两个礼拜去到田中 田中村去那边陪伴 然后去那边教导学生 又去那边住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话语 从来没有想过离开晨曦会 他完全的这样尾声跟投入 是对我来讲 是一个激励我 所以我们也当身为一位福音戒毒的传道人 要有尾声福音戒毒的心智 要倚靠主继续走下去 困难不会不见的 未来困难更多更大 是有可能的 但是我们要继续走 而况且如果说以再程序的事奉 是团队一起走 以马内利 生与我们同在 尾声福音戒毒的心智 是一位福音戒毒传道人应有的生命 第二呢 我觉得福音戒毒的传道人 当有什么样的生命 当有随时待命侍奉的预备 成为福音戒毒传道人 必须随时待命侍奉 来预备自己 就一般现在的社会来讲 各位我想 如果你在职场上班 你都可以知道 你上班打卡要怎么样 上班打卡要认真工作 下班打卡就你的时间 你可以好好休息 所以你只要上班的认真 对老板负责 下班你可以运用你自己的一个时间 那如果老板今天盼望你 你多加一点班 你做一点事 还要看你员工愿不愿意 因为有什么 有劳基法 在其中顾及双方的利益 如果老板要求你多做一点 那个员工如果感到权益受损 还会被提告 那这个状况已经成为 现实带了一个风气跟氛围 就好像我有一次 我有一次放假回到老家新竹 我是新竹人 然后我车子就会停在我姑姑家 她的公司 她印刷公司的门口 那里除了摆放车子 也摆放一些的摩托车 那里有一棵非常茂盛的树 长在那边 那所以茂盛的树越长越大 太阳大的时候 哇可以遮阳 所以那个非常好 但是因为这个树很茂盛嘛 所以它的叶子也掉了很多 那有一次我自己去牵车的时候 我就看到树叶掉满地 我掉到我的车子上 然后掉到很多的机车上 那时候我就看到我姑姑 刚好走出来 我就很随口地看到那个情景 我就很随口地跟她讲说 小偶姑 那树叶掉到整桌子 你不叫完工事要扫一下 就是树叶掉了满地 没有请员工可以扫一下 因为我认为 这个不过是举手之劳 很方便的一件事情 可是她马上就回答我说 他们才不会 那个又不是他们工作上的事 他们会这样跟你说 不是他们工作上的事情 然后我又想一想 这个回应好像不同 不同于以往我们的一个思维 你们认为这个做一做没什么 所以我又很随口地 再跟她问一句 我说 不然叫她待那个下班的时候 这么少就好了 然后我姑姑又说 下班还少 下班还少 就要付加班费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思想 这里不是论对错 而是在探讨 现在的一个情况 氛围所造成的 人多付出一点 是要谈利益之权的 所以福音戒毒的传道人 就不行如此 福音戒毒的传道人 除了要尾声侍奉的心知 也当要有随时 待命侍奉的一个预备 这不是说 福音戒毒的传道人 一定要吵戏 一定要非常的累疲惫 不能休息不是的 而是在你休息的时候 比如说一到礼拜 我24小时的陪伴 两天的休息 虽然在休息当中 你也是要有一个 随时待命侍奉的一个预备 为什么 因为福音戒毒的传道人侍奉 是救灵魂的工作 是机不可施的 所以也让我想起刘牧师 因为刘牧师的手机 他一年24小时都没有在关机 这没有关机 并不是说 你不要想说刘牧师不会关机 不是 是因为他知道他的侍奉 经常有很重要的电话来 是关于生死的 所以他都没有在关机 虽然他休息 我用休息来讲不用休假 是因为牧师侍奉也会累 也要休息 可是我的记忆 我从戒毒到进门训到现在 在晨曦会15年 我好像没有听过牧师有休假 他说是侍奉休息 休息就是侍奉 所以这个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激励 因为这个有这样的预备是重要的 就手机来讲 我想起前阵子不久以前 我们门训学院有一位学生 他去到实习教会 然后他去到实习教会 那个教会有聘请我们两位学生 所以两位学生一起去 其中一位吸毒 然后另一位没吸毒的同学 就打电话给我 然后他们是在新竹实习 我刚好回新竹老家 所以我一听到这个状况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个一定要马上去 在那位吸毒的同学 然后在过程里面 我马上打电话给我们的学生 因为我们学生有的是 在那个时段是不用实习的 我就说谁谁谁谁谁谁 有没有空 然后请他们能够开车 在那位吸毒软弱弟兄的东西 过来新竹 因为这种吸毒一定要先进村 因为他在外面现在没有办法 一定要先马上把它隔离起来 另外一方面我就打给正在休假的福隆传道 因为他以前带过他 我跟他讲他二话不说 他说你在哪边新竹 好我现在过去 所以两边过来 我把那位同学接回来 同学载他东西过来 福隆从台北过来 然后无缝接轨把东西放上车 福隆就载他回去安静 就这样子速度很快 那如果那一天大家不开手机 或是我打给福隆 或是打给学生 学人说老师不好意思我现在没办法 我在教会实习待会要去 还是说要怎么样 当然等一下要去那个另当别论 但是如果因为侍奉推脱就不行 那另外呢 这个福隆成老如果说我在休息 可不可以等我这个收假之后 我那个这样还得了 所以呢 他们都有什么很简单的 福音戒毒传道人的生命的本质 那就是随时待命侍奉的一个预备 能够尽力守望 这是福音戒毒因而传道人生命 好第三 我这里会快一点 第三第四 成为福音戒毒传道人 必须要看见问题勇敢的去面对 例如你在侍奉的时候 你竟然是一个福音戒毒传道人 是一个有福音有真理的传道人 那你看见问题一定是透过圣经真理来解释 那竟然从圣经真理来解释 有不对的你就必须要说 你要去勇敢的说 你不可以放着不管 放着不管一点小小的细缝 越破越动 越大 到时候你就无法去收拾 所以对于学生 或者是对于我们一起侍奉的同工 我们彼此都是这样子去勉励 所以学生也可以劝戒同工 同工也可以劝戒学生 但要看什么样的一个态度 该责备的时候 该责备要用爱心说诚实话 就是用在爱里面与真理 来彼此的造就 可是当下的气氛 会有不好的时候 因为你讲的时候会有张力 你要同工怎么讲同工 同工怎么讲同学 但是仍然要勇敢 因为在施奉当中 只要有不合一的行为举止 都要直直的说 劝戒他是为了他好 为了他挽回 可是我有时候常常去讲 无论讲同学或者讲同工 讲完之后回来的时候 就是说讲完之后 我心里面有时候会有一个 难过的感觉 然后会想说 刚好输要很低 有需要这么直吗 或有需要这么严肃吗 所以这个如果没有 自己本身没有在真理 圣经真理里面 扎根站稳的时候 有时候你又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所以主的话会不断的安慰我们 我们只要去做当初的事 就是要劝戒要劝戒 要看见问题勇敢去面对 那我从哥林多七章八到十节 那里就提到 当保罗也是如此 只要对于他人有益的 特别是学员 那我在司奉是陪伴同学 所以是同学 只要一句话对他们有益 没有一句是避讳不说 但说的时候会有 刚刚的张力跟心情 但在哥林多七章八到十节 就成为我们一个安慰 保罗那里提到说 他面对哥林多教会也是很多问题 可他写信给他们 劝戒他们 他说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 我后来虽然懊悔 如今却不懊悔 因我知道那信叫你们的忧愁 不过是暂时 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为你们忧愁 是因为你们从忧愁中生出 懊悔来 并且能够依从神的意思而忧愁 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 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 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 以致得救 所以这个就帮助我们 福音戒指的传道人 侍奉是如此 身为福音戒指的传道人 看见问题要勇敢去面对 用爱心说诚实话 以爱彼此连结来建造基督的身体 所以这当然你平常的关怀 平常的牧养 平常彼此之间的建立的关系 就非常重要 第四 你成为一位福音戒指的传道人 你的生命当有自我装备 追求的持续 这个是一生中的 就是说你要侍奉你要装备 这装备不是说 好像我现在 读完了门徒训练中心 读完之后 我就一生一直侍奉 一直侍奉 一直侍奉 完全不用装备 不是 你还要是边侍奉 还要继续的自我的进修 或者是继续的进修都可以 这是我们以前学院的院长 肖斌牧师 他以前是在我门训 侍奉的时候带我的 他一直不断的提醒我 他说建讨 能读书要尽量读书 你要装备 这样你才会有实力 这是事实 要装备 这样你才能够去侍奉 所以他很鼓励我读书的 那所以我自己在学院的时候 无论是你自己在什么样的一个合场 你是什么样的岗位 你在什么样的部门 你有什么样的职称职份 你就要按着你的释放 所需要的装备来装备 就要像你的会计 你也要继续去学一些会计的东西 那我自己是在学院 所以无论是我负责门训 门训就有分源学区 永和学区 所以永和学区的负责秀娟老师 还有我们分源学区 跟我一起同工的薄熙老师 他们因为都在这个学院侍奉 所以他们就继续进修 无论是实体的 或者是线上的 继续到改革中神学院来继续就读 所以你在什么样的岗位上 你要继续装备继续侍奉 特别福音戒毒的传道人 要继续在圣经这里面 上帝的话语来装备 你如果没有在上帝的话语里面装备的话 你可能在传讲福音 传讲圣经的时候 就会误导别人 使自己使别人怎么样 渐渐地走错一道路 包括很简单 其实这个很多 这个有基本解经原理 或是世君学各方面 然后还有等等的各方装备 对圣经有正确的了解 不然你光一个 比如说圣经 圣经你要了解那一个作者 再写一个名词 比如写拯救的时候 他写这个名词 可能用在圣经的好几处的地方 可是这个名词 在这个地方是什么样的用法 在那个地方同一个字 可是又有不同用法 你必须要有装备 你才能够了解 传讲才能够正确 你也必须要明白这个 作者在用这个词的方式 这很容易的 这好像容易的意思是说 我用一个比喻 让大家就很清楚明白 这也是我早上跟我们学院同学所讲的 就是诚心的例子 你圣经的作者 你要了解他用这个词的用法 他用这个词的用法 可能跟不是作者 所用这个词的认知是不一样的 就好像美女 今天不知道是哪一天 这是我早上跟我们学生所分享的 小女孩她最近都一直讲美女 美女 看美女 美女的用词 她用的用词 跟我们认知美女这个用词 我们所用的用词是不一样的地方 所认知美女是谁也有不一样的认知 所以你必须要从诚心去明白她美女的用词 然后再来解释美女这个词才不会错误 这个例证是什么 这个例证其实就是 陈欣她最近一直讲美女 美女 然后她突然有一天 她就跟我的妻子 我的太太说 妈妈 妈妈 那爸爸都在看美女 爸爸都在看美女 我心里面 我虽然没有在那边乱看美女 可是我心里面也会刹一下 我想奇怪 她怎么讲这个话 这个没有解释一下 到底她为什么讲美女呢 我说 然后我的太太静女就说 爸爸看什么美女 爸爸看什么美女 喝嘎仔 我家在那个澄清说 美女 美女 美女就是妈妈 好险喔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看 我们的美女认知就是重人是美女 可是从澄清的角度 美女认知她是她妈妈 所以她说 爸爸看美女 看美女 看她妈妈 那还好 不是看别的 所以 这个在我们圣经的真理里面 我只是打个比方 你对圣经真理要有更多的认识 福音戒毒传道人是一定要自我装备追求 必须要持续 然后 越认识上帝的道 越深入浅出 能够造就听你的人 特别是戒毒的学员 所以我这里我做一个总结 因为上礼拜彭牧师讲很多 这可以列很多点 那我要讲的就是说 在这个阶段 侍奉的阶段里面 你可以透过侍奉来检视 你是不是一个福音戒毒传道人 透过这些侍奉 有没有操练福音戒毒传道人 应有生命的塑造的历程当中 是不是透过这些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 然后讲那么多 讲那么多 简单就是说 就是说我做一个结论 我个人认为 成为一位福音戒毒的传道人的生命塑造历程 是需要过去现在未来 过去在戒毒春家 现在在学院门训 未来在侍奉合场 那这些呢 我把它综合起来 就是成为一位福音戒毒传道人生命塑造历程 是第一 是需要有福音的塑造 提醒我们就是回到那个福音戒毒传道人 侍奉意义的目标目的 第一是需要有福音的塑造 提醒我们目望初衷 不要忘记过去主对我们的救赎蒙召与托付 第二是需要有神学的塑造 提醒我们装备自己 不要停滞现在主对我们的培育教导与追求 第三需要有侍奉的塑造 提醒我们要忠心侍奉 你不要浪费未来 如果你现在侍奉就是现在 不要浪费未来主给我们的恩典 恩赐有些机会 所以我这里后来后面我就想到一个问题 那到底谁可以成为一个福音戒毒的传道人呢 难道只有成熙会的同工吗 那我的答案是我想你我都可以 因为只要你是过去领受福音 领受圣经真理 回应上帝所给我们的呼召开始 到现在你开始自我装备 包括我们现在的线上课程的学习 到最后主带领你到侍奉的地方去 对借赢者有负担 传扬福音真理给他们 那你就是名符其实的福音戒毒传道人 所以愿各位能够一同经历 福音戒毒传道人的生命塑造历程 可以一同参与福音戒毒的事工 龙神义人 愿一切送赞农药归给上帝 愿上帝赐补各位 谢谢 好我们谢谢建豪传道的分享 他也跟我们分享了 其实福音戒毒传道人 应该要具备的各样的特质 那我们真的就是朝着这个目标在训练 所以呢我们都期待 我们的福音戒毒学院的学生 将来都能够成为 有具备这各样条件的传道人 这过程当中可能要经过很多的魔术雕塑 很多的 刚刚建豪传道讲到 需要教育 需要陪伴 那自己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自己本身 也要有一个榜样 让他们知道说当传道人以后要有应有的样式 我常常跟我们的同学讲 我们是一个传道人 因为我们是神学生 我们不是说因为我们是晨曦会 然后就这样 不是 我们是传道人 因为本身我们就将来都是要传道 应该是说每一位信耶稣的人 都应该是传道人 我们更是特别拣选的 我们将来要成为全职的 福音戒毒的功能 福音戒毒的功能 就是刚刚建豪传道也讲到了许多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戒毒学院 是目前我觉得我们陈希卫 很看重的一个事工 这个是因为它是栽培 将来是栽培神国的功能 我们陈希卫训练出来的同学 有的人他可能会留在晨曦会 有个人如果上帝有特别的呼召 特别的带领 他也可能就到各教会 我到各教会去看 去看到我们的教会的 我们的同学 有在实习的 或者是已经毕业的 有在教会幕会的 都觉得都让人家觉得很 很不错 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学生好用又耐操 然后呢 而且说做就做 也不啰嗦 他也不会跟你计较太多 说实在的 我们也没什么好计较的 没办法计较 因为我们的本身就是 刚刚建豪传道也讲到 我们本身这条命就是上帝捡回来了 如果我们在跟以前的生命 我们跟以前的日子 回想过来 现在活的都是恩典 哪一件不是恩典 都是恩典 所以呢是没有得挑的 所以呢我们的 所以能够侍奉都能够感恩 所以到教会的时候 人家叫我们做什么 我们就做什么 我记得我以前 我曾经在教会实习的时候 我要扫地 我要就是主动扫地 主动 帮教会做些什么事情 其他有另外学校的学生就说 哎呀这个等一下 那个他们的会友会做 我们不要做 其实这个跟我们在晨曦会 学的是比较不一样 我觉得晨曦会最 学的一个最基础的就是 做仆人 做工人 做上帝的仆人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要做的 没有什么贵贱之分 没有说等一下谁会做 你不做永远放着 还是在那边 所以呢我觉得我们 我们晨曦会 的学院训练出来的学生 的确是有特别之处 我觉得就是像刚 建讨陈奥讲的 因为我们是蒙了大恩 因为我们是经过 当地的恩典 每次我们都在想 知恩 感恩 报恩 这个是我们一直要提醒的 因为你在想 跟以前的日子比起来 现在哪一样不是恩典呢 所以 不应戒毒的功能 的确就是要有这样的 具备这几样的条件 目前我们在晨曦会同工 有时候真的是没话讲 真的是没话讲 因为你知道陈契会 刘牧师很看重训练 班牌很多训练 那时期都时间都是 几乎是安排到 童工是没办法休假的 但是我觉得童工也是 很多都没有怨言 还是愿意 因为他们认为 这个只是在塑造我们的生命 其实刘牧师安排这些课程 安排这些训练 他并不是要压榨我们 他其实就是要帮助我们 他是怕我们将 试奉久了以后麻痹了 然后缺少了一些神的话语 所以他就是找了很多神的话语的老师 教圣经的老师 或者是很多的训练课程 要帮助我们 更多的能够靠近主 更多的能够亲近主 他最担心的就是 我们只靠经验侍奉 每次就是照经验 照法则 照规范 都一点没有福音在内容 然后做的还是一样是工作 所以他常常理事的提醒我 我们的童工到底有没有福音 他到底有相信福音吗 还是他的生命 他到底知道什么叫做福音吗 他到底知道吗 所以这就是我们常常要去面对 要去提醒 要去告诉童工们 只有福音可以帮助人 因为福音是神的大人 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所以我们每次看到我们同学 在教会实习或者是说 在各地方的侍奉 我们都很感谢神 因为我们正是按着 刘牧师教导我们的 我们就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为了就是在走这四方的道路 好 很感谢建豪传道 他今天特别从芬园 来到台北 等一下还要回去芬园 因为他就是要陪伴他们 陪伴我们的同学 常常我在想说我们的同学 如果能够接受到的知识 如果是一个正确 一个有不仅是书本上的 而且他还有生命榜样的 那么他们这样子学习起来 就是有一个方向可以找 可以跟随 所以就像好像牧师常常讲的 似乎不太涂地一样 我们建豪传道 他是24小时也跟同学们住在一起 就像刚刚讲的 他手机也是一样 没有什么休假的 反正有事情就是要处理 我觉得这就是牧师的心肠 当然他也是做给 也要做个榜样给我们的同学看 我们就是这样关心大家 所以呢 我觉得福音介组的功能要操作 他真的是需要时间 而且需要一点一滴 可能过程当中会失败 会软弱 但是不怕 因为我们相信的是上帝 我们相信的是耶稣基督 耶稣是可以帮助我们的 所以我们这次我们有盼望 我们的盼望都放在耶稣基督里 好 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好 这里有问到 老师 这样子 老师的家人能接受吗 好像完全没有和家人一起单独的时间 好 这我们要请建豪传道来分享一下 有没有单独的时间 其实我刚刚听到他 有很多的单独时间 跟他女儿的对话 这也是在生活当中很有趣的事情 好 我们来分享一下 我自己跟我家人的一个相处的模式呢 其实因为静怡 我的太太本身是跟我在门徒训练中心来侍奉 所以两个小孩也在一起 那两个小孩就是我们早上的时候 把他送去那个学校读书 那陈恩跟陈欣 其实他们大概都两岁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去读幼稚园幼幼班 所以他们早上送去之后 我跟静怡就都在侍奉 那侍奉的时候 我们就是在侍奉完毕之后 然后彼此有一个时间 就是晚上的时候 帮忙一些家务士 然后陪伴小孩 陪伴妻子 所以简单说 因为我的妻子跟我一起在福音介组学院侍奉 所以我们已经变成一个习惯性 就是能够侍奉就是生活 生活就是侍奉 所以已经在一起 那你如果说 我要讲 我想你问的应该也不只是说 因为我是特殊状况 因为太太跟我一起侍奉 你可能说春家的一些的童工 这就是我刚刚所提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当你本身 一般 我说一般来讲 然后一般就是说大方向 我们程序会童工 据我知道了解 因为我以前都吃油 都吃毒品 然后被捆绑 然后做监犯科 做很多一些让家人伤心的事情 然后现在程序会在这里 对我们的生养育 然后我们被装备 又到门徒训练中心侍奉 然后开始在成为童工的时候 其实家人对我们来讲 他是非常支持 包括我们去戒毒 包括我们去读书 包括现在的侍奉 所以都是支持 所以跟家人来讲 是比较没有什么关系 比较有可能性的就是 当我们身为童工 我们开始怎么样 开始有另一半 开始结婚生子的时候 这个时候 如果你在交往的过程 他当然也知道 你是在做福音戒毒 如果他本身做福音戒毒 一起侍奉那个就更好了 但是有的不是 有的就是说 他就是我刚刚所讲的 福音戒毒会面对的一些 福音戒毒传道人 会面对的一些挑战 其中之一就是 家庭的这个缘故 那个家庭的缘故 当然就在于 有更多的一些的沟通 因为你们在交往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怎么样 知道我们彼此的侍奉 所以为什么基督徒 或是一般我讲门训学生 门训学生一般没结婚 然后他们被装备完出来 侍奉 开始交女朋友 因为我们都是弟兄多 我就以弟兄多来讲 开始交女朋友 要进入结婚 是需要做什么 婚前辅导 所以婚前辅导 能够帮助我们 个性合不合啊 然后你们侍奉 里面一不一样啊 未来是不是能够走长远呢 如果这一些 有都做了 然后也支持 那再来就是他的变化性 因为已经支持 所以照理说太太 他一天如果看到先生 五天都不在 一个礼拜五天不在家 两天回来 有的人的思维是 小别甚新欢 他们的感情更加密 这是因为有沟通良好 但有的不是 有的说因为爱的缘故 侍奉的缘故 我先生以前吸毒嘛 现在要侍奉 他就侍奉 一开始想说自己能够承受 可后来觉得 这么久 长期下来都很少回来陪伴 那开始就会有张力 所以这个时候就必须要 两个人有更多的沟通 这处理模式就是要沟通 讲清楚 那如果另一半 当然我们取的一半就是取主念 主念是有信仰的 在信仰怎么样 引导我们 教导我们 多一点祷告 那我相信 上帝会在这个过程各给各的力量 可能感觉到孤单的上帝安慰他 然后再侍奉的 多一点回去陪伴的时候 再有心的时间 就不要再去做一些滑手机 然后做侍奉 像我们有 我直接说名字 那个建民传道 建民传道他就是一到礼拜五认真侍奉 然后他休假就好好地陪伴他的妻子跟家人 那当然他预备一颗什么 24小时随时侍奉的心态 可是在没有事情的时候 就利用那两天好好陪伴 所以家庭非常和乐 所以要看什么样的处境 来处理什么样的状况 这样才能够知道 好 那我就回应到这里 谢谢 好 请问传道陪伴门训学生 其实陪伴村弟兄 跟陪伴我们门训的学生 我想我们门训的学生也有感 然后我本身也是 因为我们都是过来的 我们本身都经历到戒毒存家 当学员到进道门训当学生 后来才当同工 所以如果陪伴的话 你说有什么样不一样 原则上一样 所有的陪伴 无论是圣经真理的教导 那个是最重要的 然后本身的一个榜样 那也是重要 其实有重要的事情有很多很多 那陪伴的话 我们就是按照圣经 对我们怎么样的教导 那以前我们没有侍奉过啊 我们以前也不是走在这个 福音戒毒的侍奉里面 以前都吸毒 都是混黑社会 所以我们来的时候 第一个 就是圣经怎么样引导我们 让我们 我们对人应当怎么样 比如说 主有舍命 从此我都知道何为爱 当为弟兄舍命 原来是为弟兄 你是牧人 他是羊群 你该舍命牺牲 你该怎么样陪伴他 在他困难的时候 在他需要的时候 所以无论是村家的同工 陪伴学员 或者是门训的同工 陪伴学生 都是一样的 你说有所不同 就是他们的生命状态 会有所不同 因为戒毒 分源门训的学生 来说的话 他已经经历了戒毒的这个阶段 他不可能再用戒毒的阶段 来到门训里面去生活 因为他这样子光联可能进到这个鄙视 或口试的时候 他都没有办法进来 因为我们会了解他的一个 在村家的一个 各样的一个生命的状态 所以他的 只可以说我们陪伴 对人来讲一样 但是学员他有各自他的生命的状态 你可能在门训的时候 我们讲 同学马上能够明白 就能够听得懂 因为他们是已经有信仰的 他们是回应主的呼召的 所以他们对上帝的话是有感动的 圣灵会在当中 所以我们只要按照真理来劝诫 但是村家的学员 你可能按照真理直接说 他不明白 所以我们必须要跟他 更能够自己先学习 然后深入浅出 讲他能够明白 这也是我们刘牧师常常做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常常有请老师来讲员 来讲课 教课之后 他会在之后再来补充 让当场如果有门训的学生 有同工 有戒毒学员 他怎么讲 让这个三个群体都能够了解 所以说带领方式的不同 可能就是原则是一样 那你的陪伴的模式 或者是你讲话 你的表达 可能要让对方能够去明白 那才是一个最重要的 谢谢 谢谢提问 不晓得这样有没有回答到问题 其实会有些不一样 但是我在说他现在的 应该就是在训练是传导人 就是训练 因为刚开始就是 我们的那个 意向使命里面很清楚了 领人归族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戒毒 那领人归族完 就是他期待的目标是戒毒成功 接下来就是 门徒训练 所以他们这个阶段就在门徒训练 那等他们训练完成以后 就要拆派 所以这个过程是不一样的 但也是一样 同样是在建造生命 让耶稣基督的生命 在他们生命当中 更加的扎根 更加的认识 其实是需要装备的 就好像他刚刚解释 简好传道解释清楚了 如果没有装备的话 他所用的字 不晓得是 当时候他用的是什么处境 这个我们都没有去查考 那这样子的话 就很容易看错圣经 解错圣经 所以呢 要正确的解释 才能够完整的释经 讲道出来 才能够知道 将神的心意讲出来 不是说 讲我们自己要讲的 而是上帝的心意是什么 所以这必须要有正确的解释 所以这个过程是需要训练的 需要时间 当然一方面 训练这些一方面 也是在调整生命 能够更靠近主 让我们的生命 能够更呈现出来 有耶稣基督的恩典 这是我们 然后我们一般 我们在学校 还要去教会实习 其实我觉得教会实习 很多的时候 也是在他们 让他们更多的跟 学习过教会生活 学习过教会生活 如果生活得好的话 将来成为 不管是在哪里服事 都一样有教会生活 这样子才能够 跟神关系一直保持的 那种紧密的关系 所以这是我们期待的 所以这是我们在训练学员的时候 有一些我们的想法 好 我不晓得 线上的弟兄姐妹 有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有问题的话 其实随时都可以提问 因为我们每个礼拜 我们下星期一 仍然会在线上会见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报告一下 我们下星期一的课程 下星期一的课程 我们来是福音戒毒的训练课程 我们请到杨淑梅牧师 杨淑梅牧师呢 他要讲福音戒毒 传道人事风中当有的原则 其实就是 传道人应该会要做什么 他的原则是什么 其实这原则很多 其实每个处境也不一样 但是他一定有一个总原则 你大概要抓住什么原则 才能够知道说 这个该做这个不该做 杨淑梅牧师他是中台神学院 道疏毕业 在目前是我们晨淑会姐妹 之家主任 他在晨淑会服侍了30年 过去他也 他也曾经在戒毒学院教过书 所以他对学生有一定的了解 所以他也知道 所以这事风当中的原则 我们下星期一 同样星期七点钟 我们在线上 我们邀请到杨淑梅牧师 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好 如果都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一起 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里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来感恩 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 谢谢主 今天透过建讨传道的分享 让我们更多知道 在学院的生活 主我们再次的 将我们福音戒毒学院 也交在主的手里 求主你 让我们能够按你的心意 能够训练出 合神心意的福音戒毒的功能 让他们将来都能够到合场里面 各个合场里面 都能够呈现出来 是一个主的传道人 主我们谢谢你 我们也再次的 将我们的学院交在主的手里 也为我们今天的课程 献上感谢 谢谢主 让我们有很多的收获 求主继续保守看顾 也期待我们下星期一 我们在线上 可以跟众同工们一起见面 谢谢主 求主保守我们离山后的脚步 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 奉耶稣基督得圣的名 阿们 好 谢谢大家